送你一首這個香港的歌好不好 賊漢金 賊漢金 拼羅漁山 新型庫改我還沒有看過呢 我又不是那個車媒 我如果是新車媒的話我可能有機會研究 其實現在新車你們不要問我 因為新車我絕對不會研究 因為有太多車媒在研究 太多車評在研究 那我就專心的往我的舊車 那有機會他變成舊車 我就有機會跟大家分享 喔 這個是那個卡雷的那個6.0的 好養嗎 喔 我沒有開過 我上一次差點買 有一台賣我好便宜 我不敢買 我覺得那個是遊覽車稅金 那個不要亂開玩笑 90車的影片喔 有啊 還有90車可是還沒有修好 五代神車 神車啦 CAMERY就是神車啦 CAMERY就這幾年的不是神車 1462.2-6可以買來體驗看看嗎 可以 三缸四缸哪個好 我是覺得四缸比較好 缸數越多越好 六缸 八缸 十二缸 那個最棒 好不好 六速手牌做經典 來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 這我不知道去哪裡買 這我好像是去那個 日本的TOYOTA買的 有沒有 這個以前我們叫狗骨頭 那個TOYOTA 那個叫什麼 豐田市喔 豐田市的名古屋嘛 名古屋豐田市有一個TOYOTA博物館 裡面有在賣這個嘛 這我草雅要買 這很貴 我老婆也不給我買 你買那個創什麼啦 你買回去放在那邊啊 可是男人的堅持 一定要買一根排檔桿 呵呵 排檔桿我也不知道要幹嘛 呵呵呵 其實我也不知道要幹嘛 手牌86好養嗎 如果看你站什麼角度啦 你如果站在一些 比較SOP啊 炫炮 這個車又炫炮 然後又要好照顧的角度來看 應該86算是最好照顧 最炫最好照顧的啦 選車要選渦輪增壓的自然進氣好 我喜歡自然進氣的啦 可是渦輪增壓不能說不好啦 那個是每個人感覺不一樣 那我是覺得自然進氣的那種大 我喜歡那種大排氣這樣開起來的感覺 所以其實喔 有時候我常常會這樣講 這分享 渦輪好還是自然進氣好 其實你都去把它試過 然後你自己感受你喜歡哪一種就好了 Core Plus點煙器接USB充手機能夠一次充三支嗎 我剛好啊 這有順便跟大家分享 這個誰問的 大家記得齁 你們去買點煙器的擴充器的時候 你們盡量去買有保險絲的 雖然齁 雖然其實齁 我先不要講買有保險絲 其實點煙器它本身 是有保險絲的 所以你如果過載 保險絲是會燒掉 這是第一道防線 那如果你會擔心 你去買一些比較好的 有內附保險絲的點煙器擴充器 那 又有第二道的保險 這樣子會比較安全一點 紅燈打N檔可以延長引擎腳壽命嗎 坦白說我覺得 不一定 為什麼你知道嗎 感覺上你打N檔的時候 引擎是比較平靜的對不對 代數比較低嘛 但是 當你 綠燈要打進D檔的那一下 其實抖動是最大力 齁 你們大家在排檔的時候有沒有覺得 打入D檔的時候 引擎其實 咔嚓一下 那個震動是最大的 那你既然要在那邊 咔嚓又咔嚓 咔嚓又咔嚓 那你為什麼不讓他好好待在那邊 慢慢的震動就好了 對不對 反而你做了一個N檔 在進D檔 咔嚓一下 那個震動還比你代數的震動還大 所以我不認為 紅燈打N檔可以延長引擎腳壽命 講到紅金線 我上個禮拜跟那個丫頭有沒有 好像前兩天播的嘛 然後呢 我們錄完啊 在那邊大家聊天拍照的時候呢 他的那個助理啊 就跑來問我一個小女生 他說小四哥 我有問題可以請教你嗎 我說好 你說 他說 他說他在FB的社團啊 他想要練習開車 然後他買了一台MAV 然後好像說買六萬塊的樣子 好啦 那這個很有趣 我在這邊跟大家分享好不好 因為剛好恰巧我遇到這個事情 我店裡面有一台MAV 跟他買的是同年份 我問他買多少錢 他說買六萬塊 在FB的社團 因為他想說他要代付 就隨便買一台便宜的回來練習 買六萬塊 我店裡面 我有一台MAV 一樣年份 我賣十五萬 很貴對不對 你們會不會覺得很貴 我是不曉得啦 但是不管啦 我要這個 跟你們分享的事情 聽我說完 然後呢 他就說了 結果他這台車買回來以後 吼 叼掐啦 汽油棒不壞掉 做拖吊車 然後引擎過熱 又花了兩三萬 然後又做拖吊車 就是一直故障 他說他根本買回來到現在 沒有練習到 他只有練習到 怎麼叫拖吊車而已 然後他就說 小事哥我現在已經 又花了六七萬修了 就是他買了六萬 然後又花六七萬修了 可是 他說他覺得他的車 現在還會失水 就是水還會越來越少 他說小事哥 那你覺得我應該繼續修 還是應該報廢 那我想一下 我說不然這樣好了 然後 我說沒有關係 你找一天 你跟我約 那你把車開來我店裡 那我免費幫你檢查 檢查完 我再幫你去 我再給你建議說 你要把它報廢掉 還是說 修一下 因為我說 你已經花六七萬修了 那我感覺應該有修了一些東西 到底成了 他這種皮帶 斷掉啦 什麼有的不的 反正他講了一堆啦 然後我說 你也感覺你也修到一個 程度了嘛 如果你現在報廢掉就可惜了嘛 對不對 如果萬一假設 你真的回來 只是哪裡漏水什麼 我檢查完 誒 花個幾百塊 一兩千塊 他可以 真的可以讓你 練車 那我就會給你建議說 修一修 你就可以練車了 好啦 那 約了禮拜一的下午的樣子 忽然我就收到他的訊息 他說 小事哥 我可能 不過去了 我說怎麼了 他說 我說我的車應該開不到 他說他開沒多久 溫度又上升 所以他說 小事哥 我還是報廢好了 我說好 那加油 沒辦法 就這樣了 我先把第二個故事也講完 在很多年前 大概也許五六年前 曾經有一個年輕人來跟我買 我印象很深 他跟我買Sentra 180 他在台中 他台中上來跟我買 然後他來交車的時候 他說 他說我爸爸 一個月前 在台中買車被騙 那我說 那怎麼說 你爸爸被騙 我聽看看 他說我爸買一台Strel 幾年的 什麼配備 然後里程多少 然後買15萬 我說 欸 15萬 好 因為齁 當時 我的店裡面有一台 跟他爸爸 聽起來年份一樣 Strel 那時候我賣30萬 真的很準 我就是賣30萬 然後 我說 怎麼被騙呢 他說 他爸爸 回來一個月 前前後後 已經又花了15萬去修 買15萬 修15萬 加起來是30萬 他說 而且他覺得說 他爸爸覺得現在還沒有修到很好 那我想了一下 我說 其實 我講實在話 你 你 父親沒有被騙 他說 為什麼 他很 很納悶說 很驚訝說 為什麼他爸爸沒有被騙 我說很簡單啊 因為他花15萬 買到了一個價值15萬的東西 對不對 這是不很合理 你跟我買這個30萬的 也許你不用修到15萬 但是你買15萬的 你修了15萬就變30萬 所以我說 你爸爸這個不能說被騙 他用15萬買到了 他的價值是15萬的東西 很合理 今天如果你爸爸花30萬 買回來了 又修了15萬 那個才叫做被騙 人家給你的東西就是值15萬的東西 他沒有騙你 他不是把值15萬的東西賣你30萬 我覺得這不稱為被騙 那這兩個故事 我只是想要跟大家分享兩件事情 一個就是 我們在買二手車的時候 因為現在我覺得 你不應該只是把重點放在 車子有沒有碰撞 有沒有泡水有沒有事故 而是你應該要把重點放在 我買回來之後 我還要花多少錢去整修 你看像他覺得說 花6萬塊買個車回來要代步 小女生要練車 結果 車沒練到 又修了一台的錢 到最後還是不能開 報廢掉 我覺得這是最浪費 到最後還是不能開 他想要撐都沒辦法 他覺得他接收度已經很高了 他覺得生生啊 什麼保險桿 什麼破坑都沒關係 都沒有關係 他覺得他只想練車而已 他連這樣他都做不到 你知道那種無能為力的感覺 那第二個就是 而且其實 中間的維修 你要記得一件事情 維修有很大的部分 他有可能被騙 也許修那些東西 不用修到6萬 也許只需要3萬而已 但是人家也修車的人 也知道你不懂 你第一次買車要練車 你什麼都不知道 你一個女孩子 車已經在我這邊 屌恰了 開不走了 那我說多少 我說要修多少 你就得付給我 公道叫8萬 就是這道理 就是這樣來的嘛 你車已經動不了 走不了了 我說多少就多少 也許 你修那些東西 不值6萬 這是第二個會發生的事情 第三個 我覺得現在因為我自己 真的看到很多在FB社團買東西的 我甚至 我坦白說 我也看到有一些同行的 在那邊 社團在那邊PO 那個一看 那個FB名字 我就知道他是誰 甚至有的一看電話 我就知道是哪裡 或者是我們甚至 有時候看他拍照的角度 跟他敘述的方式 我們就知道 幹這金車啊 當然 我們不能要求 每個消費者 跟我們一樣會看 只是我認為說 其實 因為現在資訊很發達 FB買車 讓你覺得好像很便宜 可是 你一定要去注意 要記得要保護自己 二手車這種東西 新的東西 誰便宜跟誰買 問題是新的東西 也有可能有仿帽的 以產品來講 那車子不會有仿的啦 那車子你如果著重在 哇社團 小四號要賣15萬 社團只要賣6萬7萬 那我當然去社團買 那你自己就要注意 我不是說一定要來跟我買 你可以不要 你可以去買社團 只是說 你要學習著 保護自己 比如說 約去修理廠做個檢查 再買啦 或者是 呃 找懂車的朋友 幫忙看 幫忙試啊 你想想看 一台車6萬 換一個變速箱 就2、3萬 引擎 濕水 又2、3萬 兩樣東西講完 已經超過一台車的產值 我再不要講 四支避震器要1萬多塊 四個輪胎要1萬多塊 兩個碟盤加來令片又要差不多 將近1萬塊 發電機 壓縮機1顆 8千 1萬 我這樣講起來就多少錢 齁 尤其是你在買代步車的時候 你更不能貪小便宜 但是我今天利用這個直播 我是跟大家分享說 有時候你們要記得要多保護一下自己 就是這樣而已 呃 我沒有啊 有些車廠會先整理 事後真的有問題留個窗口 前提是要找到人 對 找到人很重要啦 我覺得其實有時候這個互相信任啦 齁 其實像 我覺得在這個 這一個行業齁 我覺得 因為緣分 遇到蠻多很感人的故事啦 我不覺得說 喔 我們好像很神啊 很佛啊 沒有啦 就 我們不 我 我跟妳講啦 我講那個 我們 不敢騙人啦 我們都比較俗辣嘛 那我們跟他騙啦 我講簡單就是這樣 不敢欺負人 我們只會被人家欺負啦 不敢欺負人家啦 簡單講其實就這樣 我有臭俗辣啊 20萬代付車推薦很多 我跟你講 20萬在我這邊 可以買到好車 Mios啊 Copas啊 什麼什麼什麼 99年Premio開不壞 開不壞就繼續開 好不好 我跟你講 有時候吼 你買衣服是因為你的衣服破了嗎 不是嘛 你買衣服就是因為想要 穿新衣戴新帽嘛 2012X萬好嗎 我跟你講B&W都好 B&W好車 好不好 再來我們這一台 問到B&W就是好車 沒什麼好講 齁 啊就是 變速箱注意一下 肉油注意一下 環保材質注意一下 就沒問題 Tierra很秤子 齁 講到Tierra很秤子 我今天就收到一個 訊息啊 他說小師哥 我是這個五年多以前跟你買Tierra的客戶啊 我的071年的Tierra現在已經開差不多20萬公里了 小師哥我現在要換新車了齁 你給我的這台車 這五年 因為他在台中 他本來想說我要不要收回來 那我說OK 可是他說太遠了 然後他說他還是就換新好了 然後他也在私訊上面齁 就是寫說 啊很感謝 我們賣 我們團隊賣給他這台車 讓他這五六年裡面 為他生活帶來很多的幫助 然後他現在換新車了這樣 我們有太多太多這樣的例子 所以 我今天也在跟客戶聊 我賣他Vios 很多人都會說 小師哥你怎麼不賣雙B 你怎麼不賣高級一點的車 我覺得齁 我在賣一台30萬左右國產車 齁 路上很多那種車 我覺得我賣一台 我就是幫助了一個人或一個家庭 因為我的車不會給他負擔啊 我不是賣給他一台 會給他生活帶來負擔的東西啊 所以我每一台車交出去 我都覺得很開心 為什麼 因為我知道他會 這台車會帶給他很多的 生活上面的改變不同 還有方便 一直到他存了錢 對不對 結婚了 生小孩了 還是買新房子 要換新車了 車無論有沒有賣回來 跟我講一下 我們都很開心 我也替你開心啊 代表我賣你的車夠好啊 代表你願意回來跟我講 代表我賣你的東西 讚啊 五年欸 五年多欸 五年多可以發生多少事情 你知道嗎 汽車皮椅 大概多久要保養一次 其實汽車皮椅 我們都不太保養欸 其實汽車皮椅 我都建議一般的消費者 你們就定期 你自己在外面洗車 或汽車美容的時候 定期用清水擦拭就好 坦白說 不建議 我也不建議你們自己用藥劑 因為你們不懂得選擇 溫和的藥劑 這第一個 阿第二個是很多人喜歡上游 皮椅不要上游 其實上游反而害了他 福斯變速箱成熟了嗎 我目前看到 一五 一四一五之後的 我的客戶是還沒有接受到 有問題的反應 Fortis換Outlander 一切沒失望 Outlander路上好少 三菱 台灣現在有一點視為啦 太久沒有新東西 因為我剛剛有瞄到有人問說 為什麼Fortis 新型的好像賣的沒有舊型的好 因為第一個 我覺得是外觀接受度的問題 第二個 我記得新型的好像就 沒有EVO的這個 加持了 最新一代的 我記得是沒有EVO 而且這一型好像是 台灣自己改的 我如果沒記錯的話 這 Grand Lancer是台灣自己改 日本其實是沒有的 所以其實 他一直在用舊東西在 那叫冷飯什麼 炒冷飯啦 嘿啦 炒冷飯啦 所以我覺得他就賣的沒那麼好 沒有什麼新的東西的加持 二手車車牌 可以續用前車主的車牌 只要前車主 沒有把牌 停死、攪消 你都可以沿用 二手車通常一定都是沿用前一手的車牌 然後優缺點是什麼 來 來我跟你們分析 以前吼 我們不喜歡 老車 用新的牌 因為現在新的牌有改那個很長的很醜的 對不對 我們在做這個行 像我們自己 我們 我們會覺得說 老車就要用舊式的車牌 比較搭 那你一台老車用新的車牌 人家看起來說 幹那一定被禮咬欸 對不對 一定買二手 第二個就是那個人 搞不好之前 欠很多違規欠稅 沒錢繳 牌被人家註銷了 所以才換新牌 好 你如果老車掛新牌就會變這樣 我在講一些法律層面 有一些是擔心說 之前這個車被人家拿去說什麼 原車融資啊 齁 借款啊 有沒有 還是給人家媽的 死亂中氣啊 亡完了嗎 不給錢啊 不是啊 就是 沒有負責任啊 媽這個車牌的 黑人 有沒有 車開開在路上門 被打開拉下來 打一頓有沒有 之類的 如果前車主是一個不好的人的時候 怕被波及到嘛 有沒有 被地下錢窗攔下來說 看人家在車媽之前 讓我們這邊借錢沒還清 因為這個是會有盲點的 有時候 有一些汽車借款是 不需要留車 不需要留證件的 所以代表什麼 你如果 有一些人借一借 媽車馬上賣掉 過戶掉 錢莊會去找這個車啊 有時候是怕這種 類似這種事情 那基本上其實 這樣的事情 比較會發生在一些 我坦白說 比較會發生在一些 比較高級的車 進口的車 因為 他就是 花錢上面比較沒有節制 所以他喜歡開雙B 喜歡 沒錢的就去錢裝借 有的沒的 那 反而我坦白說 我賣的如果是一般 路上很多的國產車 基本上 發生這樣子的機率 是比較相對低一點的 以比例來講 所以車牌是可以延續的 還有些人就是迷信 他覺得前車主不知道 會不會很賽有沒有 我就換一個自己喜歡的車牌 有一些馬子狗 買回來說 我要買我馬子的生日 我要買我老婆的生日 那馬子狗 也是會換牌 有啊 我之前自己的一部車 我自己在開的車 我之前講過嘛 一台MATIS 我考成那個鵝黃色的 賣給我同學 有一天晚上11點多 我一個朋友打電話給我 誒 你哪一間啊 我說什麼哪一間 他說你車停在林村北路啊 你哪一間 我說沒有 我在家的啦 看你那鵝黃色車牌 那媽啊 9555不是你的 沒有車賣掉了啦 所以車牌沒有換就是會這樣 好險不是打給我老婆 沒有那時候也還沒結婚 沒關係 車不常開電瓶怎麼顧喔 我的話我會把副級拔起來 可是我建議不常開 你還是要定期去發動跑一跑啦 為什麼車子不常開 你要去發動 然後出去跑一跑 一定要跑一跑 不是原地唷 有些年紀大年長的 像我們爸爸那個習慣 他們就啊車沒開唷 久久你要去發動一下 啊車熱了就可以回家 不是 你車要跑 絕對不是原地發動而已 跟大家分享為什麼 一台車一頓多 四個輪胎 只有一個點在承受那一頓多 你如果都不移動 它同一個點 四個點 你看輪胎很大 可是接地面積就只有一條而已嘛 對不對 就一個長方形的那個範圍而已嘛 所以 這四個長方形的面積 永遠都在承受這一頓多的重量 一直往下壓 你輪胎會變形 所以你有出去跑 你有移動 承受的點會轉換嘛 就不是同一個點 啊你幹掉你運氣那麼好 他媽的繞一圈回來 挺好 又剛好那四個點 好不好 我只能說你人品好 不可能啦 機率很低嘛 第二個就是說 跑一跑 讓這個發電機 皮帶 齁 足夠的充電 再來一個 車子整個熱起來 車上的音響系統 恆溫系統等等 讓它熱一下 電器這種東西 電子感應零件這種東西 你要讓它發熱 發熱可以幹嘛 除濕 所以家裡的電腦也一樣 家裡的電視也一樣 你常不開 反而容易壞 你反而你每天看電視 還沒那麼快壞 搞不好放個一個月沒開 電視再開不能開 電腦再開不能開 為什麼 因為它沒有發熱 沒有把這個濕氣 逼出來 你在裡面就有GG掛點 再來最後一個就是 你可能 可以避免一些機油的 繪物 沉澱啊 汽油的繪物沉澱啊 然後 以至於去 濾網 堵塞啊 或者是說 吸到一些髒的 機油或汽油 等等 或者是 還有啊 動物煮草啊 老鼠躲在裡面啊 你車子不動 它就認定說 這是一個沒有人會來的地方 那我可以在這邊生小孩 我可以在這邊 跟我的老婆共煮愛潮 就是在你引擎室裡面 不常開 你還是要出去跑一跑 多常開 好處會很多 我坦白說 看你的車款 進口車 改排氣管 只要不要太秋 不要太秋條 基本上進口車 比較會過 啊你日本車 你一台Artist 你改排氣管 我跟你講 你驗車就變尿 就很簡單 很奇怪 事故車 看不出來 不會啊 事故車一定看得出來 一定看得出來 真的 事故車一定看得出來 除非它事故 在一個不容易看到的地方 但很少很難 那個機率 百分之九十九點九 裡面的零點零一而已 五年內二手車查得到里程嗎 查不到 五年內 我建議大家 你要買五年內的中古車 又怕里程 你就 協同賣方說 我們可不可以一起去原廠 協同車主 去原廠查證一下 啊你不用把人家保養記錄都看完嘛 你就查證說 最後一次 他進來保養 是幾年 幾月幾號 是幾公里 那你用 推敲的 你就知道現在里程準不準了 比如說現在錶上面里程五萬 你跟他回原廠一查 去年的三月 進廠就已經六萬二了 那現在怎麼會五萬 那你就抓包了 有人說 啊如果沒回原廠保養勒 一台車 他五年內還算新車吧 這台車 五年車 他都沒有回原廠保養 這個車你還要買嗎 你就不要買了 那有人買新車 他有原廠保固 不回原廠保養 欸害怕 打算回來 就是一開始 就是不要有紀錄要調表 要不然怎麼可能 你買新車 因為 現在很多新車車廠 你不回原廠保養 他就不給你保固 你車子出問題 他就保固 他就不理你 因為你都沒回來保養 大部分 你現在新車的保固 都從三年到五年不等 所以大部分新車的時候 應該都要回去才對 你為了怕 沒回去就沒有保固 那你應該都會回去 如果你連原廠 五年內連原廠都沒有紀錄 一次都沒有 甚至最後一次是一萬 現在已經六萬了 結果他 他只有買新車回去一次而已 你就不要買這台車了 你買他幹嘛 不一定 當初保固只有三年 三年一過就在外面保 三年有可能 問題是你如果能追到三年 你就知道 車主這三年以來的 這個里程的使用的狀況 比如說 他在第三年的時候是三萬公里 那你就可以推敲了 他一年是開一萬公里 所以現在第五年的時候 他要賣給你的時候 是五萬多公里 是合理的 你要用推敲的 但是如果說 他在第三年的時候 只有一萬公里 就現在六萬公里 欸 幹他 會不會這 這兩年也開太多了吧 你就只能用推敲的 電子液晶的錶可以調錶 可以 真的可以 兩千塊以內搞定 雖然 我不知道現在多少錢 以前是一千五 那因為 我基本上我已經 幾百年沒有 調錶 我手機連調錶的電話都沒有 所以我不知道現在有沒有漲價 XC60中午車好嗎 車況好都好 你因為1112也差不多十年的車了 你就是 你要買XC60 那你就要在這個 這款車裡面 你一定要買 數一數二的車況 新車第一次房 一千公里 有啊 有一千 五千 一萬 這樣啊 為何沒推 本田雅歌 影片內有兩三部雅歌 雅歌其實蠻少的啦 有賣啦 很少 會進T5T6商用車嗎 目前還不會 小發財比較少 應該是不會 哦 然後14699 還有多少口口 值得留下嗎 99年 你看車礦 那個車礦不好的都報廢了 車礦好的嗎 還有人賣一二十萬 真的 146來說 車礦 不好的就報廢了 車礦好的吼 還有人賣到二十幾萬 都有 高扭力 NA高排量推哪台 妥善率高 買GG啊 G啊 G37啊 155啊 為什麼會有調表這個行業 我跟你講 調表吼 不叫調表 他們這個行業叫修表 那個 調表要收據 要勤款有沒有 然後他就會寫 儀表修理 好 兩千塊 這樣 他們不叫調表 他們叫修表 這個表有修理過 叫做修表 貴的就是大武術手牌變速箱 不一定啦 有的有改裝啊 有的狀況很好啊 顧得很圓的啊 其實還蠻多的啦 電子儀表板 背光不亮可以當換 有啊 外面有在修啊 可是02的Lancer 很少人在花錢修了 那個修一次都要三四千塊吧 我覺得 到colling正常 你叫他拿那個溫度計量給你看 就知道媽正不正常 黃昏的時候 不要在場裡面量 你叫他媽開到店門口 黃昏的時候 打開 你馬上量幾度給我看 你再跟我說正常 我跟你講 冷氣這種東西最簡單的 回原廠他 不管回什麼廠 他跟你說正常 你把數據給我 然後你廠裡面 找一台跟我一樣的車 出來你給我量 數據是不是一樣 如果兩台數據一樣 就代表什麼 這批車有問題 哈哈哈哈 是不是這樣 我跟你講 RX450H其實 妥善率不錯 10年代批的RX450H 我坦白說 那個 修到電池的機率真的是 蠻高的 平均大概在11萬公里 12萬公里左右 基本上 你要遇到換電池的機率蠻高的 我遇過兩三台都一樣的狀況 所以要注意一下電池 還有他現在的里程數 那基本上其他地方的妥善率 我覺得還可以 電動尾門的開關很容易壞掉 那有一些環保材質要注意 大概就這樣 MAV2.070 2.4 SKV2.4 哪一台比較建議新手練習 新手練習 我建議MAV 比較剛好 它的大小啊 然後它 因為吼 其實MAV這個車 為什麼 剛剛很多人講 它的Tierra開了幾公里 喔沒有 我說那個五六年前的客人 Tierra開了20萬公里 他說這五年多裡面吼 沒有花到什麼錢去維修 所以吼 JYH 我建議說 你這三台車 如果要新手練習 從MAV開始 因為它的系統 就是Tierra的系統 那Tierra系統沒有什麼好處 唯一的好處就是 全機械 沒有電腦 所以東西料件便宜 問題少 問題單純 所以你如果新手練習好照顧 MAV 這三台比起來 MAV一定是首要 可以考慮的 好不好 好啦 時間差不多啦 好啦 我們沒下班 泰山都不敢下班 好啦 那大家就時間差不多啦 大家就下週見了好不好 大家晚安